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梓彤 先提醒大家留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一下專家意見 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到ASKBST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這節請來Arno 先看看港股最新的表現 曾經跌過超過500點 暫時跌幅來為收窄 恆指跌497.30547點 國企指數跌247點 跌幅1% 暫時占12182點 大市成交364億多 現在市場擔心 美國可能會觸發一場貿易戰 見到美股昨晚再跌超過1% 近兩年來第一次出現連續三個假日 跌超過1%的情況 今早港股也落回3萬1 你又怎麼看 今次這場的擔心 又或者市場近期的動蕩 會不會令到港股接下來 會進一步下挫 以及意大利 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 3月4日就會進行大選 又會不會令到外圍市況更加動蕩呢 這些是一些不明朗因素 其實大部分都是市場本身有個共識 但是突然間 你說特朗普進一步的言論 令到貿易戰的憂慮情緒升溫 這方面是預料不到 經常都在講研究點環球的焦點 看看美國加息這些相關的因素 其實回到昨晚來說 美股雖然大跌 但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美元是走弱 美債息率也下跌 所以在反映一些什麼 甚至有部分 因為貿易戰升溫這些因素 令到整個避險情緒上升 拿回多些美元資產 還有拿回一些美元債券等等 所以你說現階段來說 真的突然間有些 可能大家意料不到的消息出到來 開始避險情緒升溫 導致市況有個調整 其實你看到今天 港股正體、研究正體 股份表現上面 都在反映這些因素 跌得很全面 但是沒有一隻股份說特別跌得多 所以說純粹是市場現階段的情緒 就進一步轉測 這方面會影響短期後市 那一方面的表現 而A股的整體表現上面 都不是太理想 雖然昨天反彈 跌勢不算非常明顯 但是整體的跌勢 都在3300點以下 就是以上升綜合指數為例 都是一個弱勢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暫時來說 我覺得向下市低位的機會 仍然相對地比較大 但是始終這樣客觀一點去看 特朗普說一些令人意外的言論 都不是第一次了 最終出來的貿易戰 或者是說那個方案方面 對於進口關稅上 究竟是怎樣定 仍然有個未知之數在 你看看白宮都沒有一些 很確實的言論出來 所以我覺得市況 可能只是藉著這個消息出來切 表現比較反覆 但是你看看圖表走勢上面 一直都維持看法 如果短期來說 企吻在31000點上 向下市30,000點的機會 是相對比較大 但是看圖表上面 我覺得你說要進一步跌穿30,000點 暫時看情況又不是真的這麼悲觀 但是始終大市的成績 現階段仍然是比較疲 所以都要小心 短期後市可能表現仍然是比較波動 好了 市場接下來會繼續波動 又升下跌下 現在我們集中說一下 特朗普的貿易戰 他的言論 就是說他下個星期四就會宣布 對進口美國的鋁和鋼 徵收一成至兩成半的關稅 先說一下這個政策 對本港上市的鋼鐵股 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他們多不多將產品出口到美國 其實對於香港上市的鋼鐵股 整體言論出口量對他們的整體佔比 不算非常大 也不是集中以出口美國為主 所以說其實不設立關稅 沒有一個很大直接性的衝擊 所以你看到今天都是跟隨著大市 跌兩至三個百分點左右 跌幅不算是非常誇張 即使安鋼出口比較多些 都是可能跌接近四個百分點左右 如果真的說這個因素這麼大影響 肯定不止跌那麼少 但是可以留意特別是鋼鐵股方面 我想未來有幾個因素要注意 就是第一方面 你看看內地一些的鋼菜價格 近期來說走勢是非常強的 但是這方面我相信已經觸動了中央的神經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鋼材價格未必會有一個大性的情況 第二方面就是觸發貿易志 就是會直接影響這些商品價格 我相信整體言論 關稅方面的調整 其實大家一段驚訝 當美國調整關稅 其他國家都會跟著 對於整體言貿易的需求上 可能會有一個變數在 所以對於內地的情況 就是有部分可能出口開去美國的地方 未來的鋼鐵需求轉弱 代表內地產能過剩的問題 有機會嚴重分 所以說負面因素的確是存在 也都是不用忽視的 但是始終就是維持之前的看法 究竟最終的方案出到來 動電交段的言論有多大差距 仍然有個未知之數在 始終在說特朗普一貫的作風 都是在說 可能特別是相對地現出 是比較驚人的 但是實際上做出來的行動 未必會這麼大 所以我暫時來說 又未知看得太悲觀 但是你說鋼鐵股 始終我覺得短期來說 博反大人博炒作的空間 就未必太大 你也可能預計特朗普現在這樣說出來 然後很多國家 甚至乎本土內 紐約聯儲局的主席 亦都說保護主義是死亡一條 這樣的情況之下 特朗普可能會縮一縮 可能有個斧頭蛇尾的情況 未必說真的完全縮一縮 推行保護主義這個大出事 的確近期來說 有些相關的因素出現 之前說不單是講鋼鐵鋁行業 之前說一些家電行業 已經有這些相關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完全不做 就未必不會的 但是那個幅度 或者關稅調整整體的稅率上面 是不是真的好像說到這麼大 10% 這個就會有個變數 但是正如之前所說 出到來之後 始終都是屬於李淡的 但是影響性 會不會導致市房 有個急劇調整的細頭出來 暫時看我自己覺得機會不大 但是始終對於鋼鐵行業 或者貿易上面 的確是有少少負面影響的 如果那些鋼鐵的價格 或者鋼鐵的價格 就是有個調整在那裡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一些 汽車企業的成本有增加 或者怎樣呢 其實在說原材料的隔跌 對於汽車企業來說 未必是壞事 但是不會受惠 因為始終是一些 短暫性下跌的因素 甚至很多時候 為什麼大家這麼害怕貿易戰 最主要原因就是 當大家都去調整關稅的時候 整體而言 的確鋼鐵價格可能會下跌 但是連關稅這些相關成本 最終一定是轉嫁給企業 由企業再轉嫁給消費者 而為什麼大家都這麼害怕 因為在轉嫁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難說100%轉嫁出去 一些製造業的整體成本會上升 而消費者的成本也會上升 但是整體而言轉嫁的幅度 所以最終是沒有贏價的 所以一直以來大家都在說 貿易戰是4-6 是一個最主要原因 因為大家的物價又上升了 企業的整體利潤空間又小了 最終政府的確是收多了關稅 但實際上沒有太大的幫助 對於他們可能財務狀況等等 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在 即使貿易順差的情況 有所改善 但是不會帶來一個很大的利好作用 所以看回貿易戰的情況升溫 市況不多不少會有影響 特別現在大家正如之前所說 直接影響的是企業營利能力 現在在說企業營利能力 對於股市來說這麼重要 所以短期來說這些因素 的確有機會令股市大大波動性 好了 講完貿易戰和相關的板塊之後 又講一下煤股 農曆新年之前 都有供不應求的情況 動力煤方面 但現在香港也是 天氣又暖了 大陸也是 快到春天 快到淡季開始了 今天有些報導 內地的煤價已經出現下跌的情況 亦預料淡季開始 天氣變暖的時候 對煤的需求也會減少 今天神華也跌了大約3% 煤股是否已經會繼續調整 以及未來的需求又是怎樣 我相信整體的需求未必會太弱 但是煤價我想調整在所欄 因為其實你在說 煤炭股也好 資源行業大部分都是 始終焦點看回內地的供給質改革 而你看回2017年 基本上應該說 由2016年的下半年開始 這個供給質改革進行得非常成功 很多產能過剩的行業 未知完全能解決問題 但是問題是有一個明顯舒緩的情況 甚至由於削了大部分的產能 甚至有些部分本身是產能過剩的行業 出現一個短暫性的需求短缺 煤炭行業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這個過程導致煤炭價格為例 升得過快 其實近期來說 中央已經有明確的言論 禁止一些煤炭價格 形成一個嘲諷 所以說 其實當一旦 其實你看看過去商品市場上面 特別是內地的商品期貨市場上面 一旦內地出道言論 說要打壓相關煤價 其實後市真的應該沒有運行 特別是看回煤炭股 其實特別是在年初1月份開始 升得相對比較多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調整都在所難免 未來來說 未必會覺得煤炭的價格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 我相信在高位整股的機會 會相對比較大 但是你說煤炭股 我想短期後市來說 都要小心 沽壓可能會相對比較大 又問一下YouTube上面的問題 有位朋友問3,4,7安鋼 剛才我們也提到的鋼鐵股 安鋼說8.7買 現在這樣應該先沽了它 8.7其實自從股價跌穿了8.4 這些支持位置 就應該止洩 去到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搜多2號左右 這些位置 因為正如之前所說 我相信阿哥 可以駁回它 最終出來的措施 沒有預期中感測 但是如果你看股價 連8元這些位置都守不住 那就要理性只洩你 那你就洩1成左右 那就算了 因為你看圖表走勢 升了這麼多 自然階段是升後之後 一個整固代變的格局 如果你說8元 保力加通道底部這些位置 跌穿了 可能會墊開一個跌浪 也不足夠的 正如之前所說 鋼鐵行業 我覺得未來的鋼價很難再進一步 抽升上去 甚至隨著美元轉卻 未來的鐵礦石格格 有機會下跌 鋼價可能會有一個明顯的調整出來 最重要中央都出聲 說港材價格升得急 所以這些位置 我建議部署出來 看回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如果不多 我建議可以200元 作為一個止洩位 穿完8元 一定要理性止洩離場 但如果不穿8元之前 有機會駁回反彈 上到保力加通道中途 大約是8.6元這些位置去減持 好 另外有位朋友 就是想問內房股月秀地產 123 現價可不可以買 今天內房股都有些消息 整個板塊 早段都是受壓 因為內地很多城市 都陸續推出一些樓市調控的政策 之前有三牙 但是現在 昆明也公佈了最新的一個限救情況 所有商品住宅限售政策 延長去到三年 大家現在都預期了 內地的樓市政策 樓市調控政策會 陸續有來 今天內房股都普遍向下 月秀地產 現在跌了大約1% 又有這個政策的因素 現在買得過呢 這些位置就不建議去追 昨天的確借著業績這些相關因素反彈 但其實昨天整體完成內房板塊 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反彈 所以月秀我相信借著這些因素而上升 未來有沒有條件逆市上升 我自己覺得這個機會不大 甚至如果市況繼續調整 證明之前所說的 那些不明朗因素升溫的話 它都有機會跟隨著市況 再向下市低位 其實你看回股價走勢上面 除了它重拾升勢 真的出現一個明顯追落後的情況 要突破1.75%之前的高位的阻力位 才能夠確認 現時短在1.65%這些位置 直撥率就真的不吸引 擔心股價仍然有機會試分 條中軸 大約是1.58%這些水平 所以如果你想短炒撥一撥 追落後反彈 可以落到1.6%以下 1.55%這些位置可以撥一撥 但是要嚴售1.5%做止洩位 因為我覺得如果再穿1.5% 再向下市低位 機會仍然相對比較大 因為始終內房板塊 現階段的風險因素 一點都不用 好了 除了一些月秀之外 其他的內房股 現在又值不值博呢 還有政策陰霾底下 接下來還可不可以上一些呢 我想如果攤長一點 整年看 未表太過差 但是看來今年上半年 我想大致上大家的焦點 都是看回這些政策 對他們來說有多大的負面影響 但我相信如果經過兩三個月的時間 見到這些內房企業的整體合約銷售金額 仍然保持一個強勁的增長勢頭 或者穩定的增長勢頭 以他們現階段的股值 足以支持股價 所以短暫性來說 短線看法未必太過樂觀 但如果你想做一些中長線部署 好像大隻的688為例 其實28元以下 我覺得分住吸納都沒什麼問題 我會建議如果部署策略上面 抱一些中長線少少的投資心態 28元以下開始做分住吸納的部署 好像現階段計 既然跌穿了28元 就可能以27元這些位置做起步點 27元這些位置第一處去買 然後24元再去購貨 每跌一成再去購貨 我覺得你在說整體現 升勢也有機會保持得住 688元我覺得有機會上回30元樓上 好了 另外又回答一下Kevin的問題 他想問一隻956 新天綠色能軟 1.8元6買的 跟現價差不多 在捱2千左右 他就說中長線可以看到什麼價 以及比起同業 他的業績增長又好不好 看回公司1月中的時候 都出了一個盈起的預料 即是年度的正利可以增加超過六成 這一隻現在買了 部署上可以怎樣做呢 我覺得既然公司已經發了刑警 刑警 我看到刑警 但是你說說 如果刑警 就是純利用 Sorry 看錯 講到2016年增加大約60% 雖然有所增加 但是始終要留意 是牽涉著一些技術效應 看回第四季發電量是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新能源 我覺得短期來說 很難說是一個炒作的大焦點 但是我覺得新能源版塊 經過一、兩年的調整 其實你又特別看回到2017年 整體的2017年這麼強勢 但是很多新能源股 不是真的說有一個很亮麗的勝負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跟同業比較 其實是不意思的 現今一段新能源股 每個地區城 好像風電為例 每個地區城面對著不同的電網問題 或者是氣風、氣電 這些相關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在氣光、氣電 這些相關的因素下 很難說整個版法去比較 但是你看回公司 雖然發了型氣 但是你說 我相信主要牽涉著一些技術效應 以來長遠來說 雖然受割拆的扶持 但是我自己看回 如果你要論估值去看回 的確不算是貴 所以我覺得在低位開始去反彈 我覺得又沒什麼問題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 這些位置我會建議 大家暫時不看得太樂觀 但如果有機會落到1.7這些水平 可以去反彈 反彈它不再跌穿1.6.5這些位置 以1.6這些水平做止攝位 到時候反彈目標看回2元 上網空間都吸引 好,稍後再回答Facebook上面 譚先生的問題 現在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林先生 林先生,早安 早安兩位 是,想問哪隻股份 現在的金額 暫時100元 100元 未有貨 誰可以罵他上網 麻煩你 招金未有貨的話 金價前景 可否看高一點 我覺得金價短期來說 未必說會有很兩賴的表現 因為始終近期你見到市場的避險 情緒明顯地升穩 資金不流入金價上面 或者和金市場上面 主要原因 大家現段說 美國聯儲局今年加息 可以向入3厘 甚至加3厘 甚至加4厘 整體然然 美元利率高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要避險都是流入美元資產為主 所以你說 今價短期來說 未必說會出現一個明顯反彈 除非真的見到一個明顯通脹的勢頭 而市場對美元是失去信心 今價才會有機會可以做好一點 所以說招金 短期來說 我覺得弱勢有機會持續 甚至股價現段跌穿了6元 這些位置就不建議立即去搏 如果股價有機會落到5.6這些水平 我就覺得可以去搏搏 5.6這些位置買 但始終跌得這麼急 就要做好風險管理 以5.5 5.4做止洩位 到時候反彈目標 看回大約6元的位置 好啊 林先生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大市這樣跌 2萬9會不會有強力支持 哪個 2萬9 現在 3萬1 如果說到市況 現階段是否立即看到2萬9 有所暴露 但我覺得市3萬點的機會 的確是大的 因為現階段影響市況的幾個不明朗因素 包括第一方面 就是擔心聯絕局加息 這個步伐會不會有機會加快 一旦加快 美元一定會走卻 但是美債的息率會不會再進一步抽升 那些人會不會拋售美債 這方面可能有個變數去到 如果當然說 如果美元又走卻 也都說那些人真的拋售美債的話 市分2萬9 機會是大的 但是說是否會發生 仍然未知之數去到 現階段今天跌 說一些貿易戰的 不明朗因素正義之所說 是否真的那麼差 或者是否真的會觸發貿易戰 有待觀察 所以暫時來說 是否看到2萬9這些位置 未至於那麼悲觀 但是你看回圖表走勢上面 看就看3萬點這些心理關口 但如果你看回圖表走勢上面 你看到 保力加通道的頂部或者底部 開始有個收窄 因為始終市況 一個整股代表格局 越來越明顯 我相信通道未來會收窄到 大約在3萬2至2萬9500 這些水平 如果真的在說後市 有些不明朗因素出現 跌穿2萬9500 即是通道底部 是否只去到2萬9000 這些位置是一個良好的支持位 就真的未必 所以暫時來說 我不會建議 以2萬9000作為一個參考的支持位 看看視況表現 短期來說 如果守得住3萬點這些位置 反而我覺得會是一個波幅市 暫時來說 我又未知 真的看得非常悲觀 好 多謝林莎的電話 潘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等 潘小姐早安 早安 你好 你好 我想問電能 買不買得過 還未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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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能 防守性比較好 股份 有買不買得過 電能在市場的確 會有一定的防守性 甚至我相信大市即使調整下來 都未必表現太過差 但你說去不去搏 老實我建議 二階段搏電能 好像五十五十 我覺得直搏率 不是太吸引 但你說真的想逆市投資 在市況調整的過程 買些可能有機會升的股份 電能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現在的電能 大家都是搏 有沒有機會再去派特別息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真的這麼樂觀 因為上次他派完特別息之後 他們就看回到 其實上次派完特別息之後 已經是手上 四百多億的現金 現金水平不算是非常多 但當然說可能不排除再派一次特別息 將整體的現金水平進一步下降 這又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你看回電能 都是過去一邊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現金用途 所以說派息 我自己覺得派特別息的機會率 都是50-50 如果再進一步太特別息 那他們的股息率的確是吸引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借著特別息 這因素再出過來 股價都是見到七十元這些位置 你說這些位置薄它升多三元 雖然有5%的上網空間 有機會明顯地跑贏大市 但我自己看過直播率 就不是太吸引 至於你說什麼時候除淨了 就真的要公佈完業績出來才知道 嗯 好啊 除了電能之外 有沒有其他可以收息 防守性比較高的股份 可以選擇一下呢 其實電能的防守性高 或者歷史能夠做好 因為說的是有派特別息 這個相關的因素在 如果拿著依賴穩定派息 和經濟敏感度不高 現家段伸算公用股 整體表現都未必太過弱 都會跟隨市房下跌 即是跌的幅度相對沒有那麼大 所以其實這些市房 其實就最好 你說沒有貨的 都是先抱一個觀望態度 始終現家段是一個上落市 上落代邊的格局 你說在30,500點這些位置 雖然是低位 但是又不是去到一個很吸引的水壁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抱一個觀望態度 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好的 潘小姐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的 謝謝 另外吳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 吳小姐你好 早晨 我想問5號會封和港交所入 有沒有貨 兩個都沒有 是 我想問可以在什麼位置入 最適合呢 即是兩個股票 好 好 匯控今天跌百分之一 沒有大市跌幅那麼深 港交所跌超過百分之一 288元 港交所和匯控兩隻股份都出了業績 現在想買又是否時候定還是 真的看看市場會不會落到29000這些水平 才去部署呢 其實這兩隻股份 你見到今天都是跑洋台市 都是變得比較穩 因為貿易戰升溫 其實我相信對匯控 都不會有很大的衝擊 除非貿易戰的情況是非常之惡化 當時大市就真的可能會有很深的調整 匯控就在所難免 但是匯控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需要急於去買 等它落到76元這些位置 可以去搏 因為始終現階段的勢頭 都依然是比較弱 有機會跟隨著大市調整 但是為什麼建議可能76元這些位置買 始終維持一個看法 就是現階段 現在大家猜美國有機會加快加息步伐 其實不單止美國 英雷銀行、環球央行 未來都可能會部署住加息 或者收稅 這些相關的動作 有利益銀行股 所以我覺得76元這些位置買 以差不多接近5.2厘的股息率來說 我覺得絕對屬於一個吸引水平 76元這些位置買 中長線投資 我相信沒什麼問題 至於另一隻港交數 表現更加強勢 現階段的股價甚至站穩在十天線樓上 整體而言 股價勢頭是強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肆要調整 港交數都在所難免 所以我會建議港交數 套280元這些位置買 目標看到320元 但是這個部署策略 都會建議中長線少少的心態 好 多謝了吳小姐的電話 希望可以幫到你 另外邱小姐 也是電話旁邊 邱小姐你好 你好 早安 我想請問兩隻股票 Lala你好 我想請問你 那隻966我未有貨 這隻股票我買了 我去長持都可以 因為我本身有平保 我去買多隻內險股 跟著陳信也是 我本身有428元有貨 我也想買 請問你這兩隻股票 哪位買會好些呢 麻煩兩位 好啊 今天的內險股都跌得很多 太平966 跌大約是3% 平保今天都跌了大約2% 看來2628 因為都有人問 都是跌大約是2% 先說太平 想買的話 本身平保已經有貨的話 應不應該再加住內險板塊 如果真的要買 哪位買好些 內險板塊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心急去買 因為始終第一方面 其實年初至今 你見到內險板塊 仍然是弱勢 內險板塊固然 基本面上不是太差 但始終現今市場的焦點 經常都是看回 內險股很多大行都猜 今年他們的新業務價值增長 會有機會放活 最重要 今年股份的資金去炒些什麼 即是炒些股值落後 或者仍然是炒些 可能一些最壞時刻意過的股份 好像以來需股 大家猜著未來有機會加價 最壞的時刻意過 所以資金是容易去炒作 但是內險股 都長耗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而去年的確有個明顯的升幅 論他們現在的股值 只能夠屬於合理 短期來說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反彈空間 我覺得是未必的 甚至市況仍然繼續調整 這些跟市況敏感度這麼高的內險股 我相信調整是助手難免的 所以是966 特別是已經有平保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急去買 看圖表洗頭 如果不能夠上30元以上 試試27元的機會 仍然會相對比較大 所以我會建議 太平真的等到股價 可能落到27元這些位置 才開始去薄反彈 但就要延收26元這些位置 做止施位 好 另外,譚先生想問國壽 我們回答國壽才回答騰訊 國壽呢?國壽買不買得過 看到股價都沒有什麼起色 都幾乎酸 國壽的股價是相對弱的 但其實如果正論今年的表現 其實和大家大部分的內險股表現都差不多 要拒絕他們好像去年的整體升幅 沒有其他那麼多 要追落後 基本上是不可能 由基本因素 或者是新業務價值增長 業務性質表現上面 已經反映了他們落後的因素 所以和現階段體 和其他內險股一樣 短線來說 我覺得都有機會有一個高壓 但是由於它的股值比較低 我覺得如果再穿22.5元這些位置 都是可能落到22元這些水平 國壽我覺得比較大的機會 是波幅走在22元至24元區間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輕微地穿一穿22元 可能落到21.5元這些位置 就有條件可以開始去薄反彈 另外邱小姐還問了騰訊 近期股價升得比較多 就是因為Spotify 將會在美國上市 申請中 另外就是大陸鼓勵國壽的科研公司上市 相信都對騰訊有利 騰訊第一注428元有貨 好,什麼時候可以再加注呢 以及都快來業績 可不可以在業績之前做一個部署呢 其實距離公佈業績 仍然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我覺得如果是428元這些位置買 不算高也不算低 在大陸近期環行區間的中間位 我覺得如果再去加注 我就會建議除非看到它向上突破 否則如果向上突破 即是能夠升穿460元這些位置 就再去追 沒有問題的 整個星勢確認了 再去高追 其實你在看騰訊 起碼都是看到500元樓上的位置 460元這些位置才去買 未算是市 但是這些位置 暫時來說 我覺得你本身有貨 就先抱一個觀望態度 除非真的升穿460元才建議去追 否則在反覆事當中 騰訊的股價仍然有機會 落到400元這些位置 所以我會建議到428元 下一次追貨 可能你就加注 等它落到400元 反過來 除非真的突破了460元 再追 兩手準備 暫時我會建議這樣去做 好 多謝邱小姐的電話 繼續說 Facebook上面的問題 譚先生 想問6068 瑞健教育 前景怎麼看呢 沒有貨買得過 都是在高位上的 瑞健我覺得 暫時的看法 仍然正面 有機會逆試做好 因為始終這些教育 真的不是太跟隨著大股 最主要是炒業績相關的表現 業績預料仍然會有量力的增長 之前內地有些部份教育公司出事之後 這個蛋塊整固了一段時間 但見到近期來說 都重拾升勢 升勢頭明顯 所以這些位置 可以留意一下 能否能夠突破6.2之前的高位 突破6.2之後 我覺得可以望7元這些水平 而大前提指 股價不再跌出5.6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中長線拿著 可以繼續向上望 好 還有一位張先生 想問長飛光纖669 前景怎樣看呢 不知道張先生有沒有貨 當是沒有貨 現在距離高位 還有少許距離 有沒有機會去到之前的高位 不是說沒有的 短暫性是否這麼快 馬上能夠上40元 這方面會有所暴露 但如果有機會調整到 可能接近32、31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去買的 始終內地的光纖行業 上面的滲透率仍然低 我相信業務今年來講 仍然能夠維持增長 在這裡 未來長飛光纖 最關鍵一定是看業績 但我相信業績方面 不會說特地貿貿然轉差 所以我覺得 最終整固過後 都有機會突破50天線 35元這些座力位 突破50天線 的確是可以望回40元這些位置 但我會建議暫時來說 可能厚回32元這些位置買 以分30元作為一個指示位 目標看到40元這些水平 好 麻煩你安娜 詳細的分析 也感謝那麼多家庭觀眾的提問 也要問安娜有沒有持有上述提供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